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四道戏,解说三国沙 那么本期呢,我们带来这个身份局的录像 那么首先呢,还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福布里之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二维码进行关注 好的,那么身份局的话 我们今天选用的主题叫做菜刀武将专题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身份局常常会轮回一个就是说 二十将杀的尴尬局面 就是说你玩来玩去总是发现那几个武将 什么布链尸啊,什么流血啊 巡域,袁术,中瑶,鲁肃,曹瑞等等等等 就是那叫,无碍混在二十个武将中间选来选去 就让他感觉是谁样是强度确实很强 但是实际上玩多了就会很乏味 然后有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些比较屌丝的武将 如果他们发挥的好 就会感觉这局录像一般会特别有收藏价值 我们今天就会带来几色这样的录像 那么屌丝武将也有很多种啊 有一些屌丝武将是那种小排叉的屌丝武将 比如说我们传说中的猪家三肺 猪翅猪环猪燃 都是能制造小排叉的武将 还有一些就是防御流的屌丝武将 比如说文聘为代表的这些武将 防御或者是团队防御还不错 但是整体实力又比较有限 对吧 这些武将一般打的就是敌人对你这个技能的不熟悉 然后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菜刀的武将 像改版之前的黄忠 我们现在知道现在的黄忠是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改版之前的黄忠就是标准菜刀武将 除此在外还有谁呢 还有一些曹修 憨马 马代 这些武将特点都是就是他 他进入这个三皇家是 比较靠后不是早年的风明火山 所以而他本身的强度不是特别高 所以常常会引起大家的这个忽视 还有什么周苍的这些武将都是类似的 但是有时候如果你能把它玩好的话 会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对吧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选用的BGM也是一个 我原来特别喜欢 但是突然发现这个专辑实际上已经很老的一个专辑 应该一个发行已经有十年的了一个音乐专辑 那么是什么专辑呢 大家可以如果熟悉的同学 应该一下就知道是个什么专辑了 对吧 大家可以发个弹幕 对吧 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专辑 好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视频 那么第一句我们是放谁的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一句的名字叫 你满身都是破烂 那么这究竟 看这就是个五连斩 那么这个武将大家应该知道谁 如果你常看张坤的视频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没错 这个武将就是潘章马忠 不懂的可以看看技能 因为他的这个发动按键的时候 竟然会说一句 你满身都是破斩 然后特别 就是谐音特别像 你满身都是破烂 好的 那么到我们的回合 不是到我们的回合 由于是开始 董卓主公 因为这个主公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强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 比较好玩的武将 但是这个人开始作死 扛我们一刀 那么我们就发动了 我们的这个夺刀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就是可以 抢别人的武器 大家弃一张牌 对吧 实际上潘马这个武将 开局一定要出手机卡 如果你刷不到 加以马或者武器 你可能这一整局 你都摸不到 结果这个董卓 开局作死杀我们 那我们自然当仿不当的 把这个武器拿过来了 而且这个武器 不是一个一般的武器 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 灌石斧 因为我们潘马 也是诸多杀众性武器 这样之一 就是说一旦杀众 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收益 但是问题是经常杀不众 对吧 那么冠石斧的存在 就会有效地帮助我们杀众 类似的武器 还有像祝容啊 像改版前的徐胜啊 像那个魏妍啊 都是改版前的魏妍 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孙奔靠的 我们就不想够打了 因为这个手张的牌 都比较重要 对吧 那么徐妞 既然你跳了一个中 我们就先把你徐妞打死 看他们打出一个人数优势 内阶也不要急 因为 只要进入这个四把三的话 凭反贼这个人数优势 我们还是很容易打起来 优势打起来的 对吧 那么他给我们 补牌 我们于防御力还不错 有闪有八卦 我们就考虑摸牌了 对吧 并且我们这种武器 还是挺缺牌的 我这个姜维 这么多牌 也是很吓人的 那我们吓人就都是反贼了 有寻语 有貂蝉 在案里说 这个姜面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看 我们作为一个四血将 一时赛刀还是挺需要徐运这种武器 不过似乎 这个徐运和徐运的定位 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重合了 不过 无伤大 对吧 不过呢 这局的孙奔 倒是把貂蝉 一定程度上克制了 而董卓呢 又是个不怕掉血的武器 挺讨厌的 不过 董卓你不怕掉血 那如果我两刀两刀的打呢 对不对 六血马上变成四血 如果我们 这个时候就回血了 这个时候要这个 优势就求我 对吧 我们血量上来了 待会儿才能够 存更多的牌 牌的话可以让徐运过我们解密 所以并不担心牌的问题 好的 那么 有八波刃我们也不怕 董卓这个时候 就会慢慢的后悔起来 为什么要把这个 冠师傅给我们了 实际上我觉得 更大的可能性 还是他对我们 技能的一个不熟悉 对不对 他可能知道我们远位的攀马 哎 暗箭比较厉害 所以会砍我们 但是他 没有想到我们 还要夺刀这个技能 所以 这么好的武器给了我们 因为冠师傅 所以董卓本身 是一个很重要的牌 对不对 那么由于我们 一直在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董卓 那么所以 貂蝉就可以 打董卓了 而且由于这个姜维 他本身 他还有第二条命 所以打他 也没有什么很必要 还是打这个董卓 没有问题的 孙奔我们肯定不能打的 虽然这种 出发案件 但是把他打绝顶了 不是这么好事情 对吧 然后给我们 我们这时候继续回血 因为可以让徐运 给我们 那这个杀肯 反正这个时候 不过触发案件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吊炸给打中了 会怎么样 那么董卓现在开始 苟延残喘地回血了 虽然我们这牌比较小 但是徐运一旦 跟我们伯克牌 我们牌就上来了 所以也不用担心 我这一个九杀还是挺杀的 由姜维的过白量 是非常大的 每核能过四正牌 这一波输出下来 徐运就变成很危险 而且这个徐运 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他优势局挂手 闪念 结果就是我们 调查被炸了 对不对 优势局 活着能盖地局 按这个徐运 他本身的自己的说法 是他手残了 但无论如何 这个是绝对不应该 所以这样的话 调查和徐述 我们这里 顿时团队出现了 两个短板 这是很被动的一个事情 这两个人只要死一个 都可能会引发一个古牌 效应 当时我们反对的全面崩盘 还不错 这里我们 这个五谷有个桃子能拿到 所以这样的话 只要还能够保 一个人 孙门姐 要不出去有杀的话 应该就 这一轮还能撑住 那么现在对我们 就很重要了 我们这轮如果 打死统主的话 将为六张牌 很有可能 你会打出一把孔末的输出 孔末就会崩盘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大潘马 再来一个火山 这一轮 稀稀的攻其不备 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对吧 我们这句潘马 可以说是每一轮 都在发动我们的技能 去砸董卓活活的 用灌师傅 把一个九滴血的 大胖子 给活活的砸死了 应该说 还是发挥的 这个很给力的 好了 也是我们潘马 这个武将来的发挥 但是一定要说明的是 这个武将平时 是非常非常 坚决于白板的 应该说整体来讲 可能这个能力 不如操修 不如操修 所以大家自己 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开局手机卡 没有收到这个 尖铁码 或者这个什么 武器的话 很有可能一整局 你都跟一个白板 差不多 好了 那么下一局 我们选一个 什么武将呢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局 也是一个 惨刀 我们这局选择 武将是 是马带 如果你常玩国战 你可能对马带 有那么一定的了解 那身份觉得 马带跟国战 还是国战 还是不一样的 身份觉得 马带在改版以后 比国战 还是强不少的 因为他的前夕 是那个 开局摸一张 七一张 然后再选择 这样的话 就是你有一个 小过牌的效果 单挑应该是还不错的 因为他有一个 或者有一张小过牌 可以保证自己 每回合都能够 就是前夕 判一个红牌出来 那这样的话 不仅仅是强命了 还有小小的 封手牌的效果 也类似于 接关羽的感觉 所以还是 一个比较容易 被低估的武将 在某些喜欢下 发挥还是很好 尤其我们看到 这局有吕蒙 对不对 吕蒙这个武将 有可能 他会攒很多桃子 但如果我们把 吕蒙一个封杀 那么这个吕蒙 他有可能被 火的闷死了 对不对 很爽的 唯一讨厌的 可能就是这个 吴国泰 吴国泰能够 绕开我们的前夕 进行这么一个 补血的作用 不过现在看 吴国泰有可能 是我们的 队友 对不对 二张他就没有杀主攻 你看到没有 老泰的是一个反费 但你还不错 老泰掉血以后 还能换装备 不过现在看 没有什么装备可以换 不过他可以玩狮子 那也很不错 可以把狮子城 给甘霖 甘霖又能回血 对吧 那么你看 我们拨一张气一张 不仅过得到一张 杀还封了一个闪 现在的话 吊场不能出拱板 不过吕蒙这里开局 又有桃子 那没有办法 这张雕蝉这里有闪 这桃都不能出的 那么半仅吕蒙救了 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 马戴他只能封杀 一个人 那么放拳 肯定就放雕蝉了 因为这能够造成 很大的一个手艺 拆掉区域的这个 这个东西 结果竟然 打出了两个无血 这些桃子 刚好三个桃子 全都给了主中方 这一波就很伤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 如果这个甘霖 是一个 是一个 借甘霖 应该多爽 对不对 一个大氛围 这些牌就全是我们的了 太可惜了 好了 不管了 那么这样一波联动 甘霖好像还能火过来 那还不错 那么甘霖可以考虑 一波输出 把这个桃子都给拆掉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 让徐宇给他补牌 徐宇如果这轮 能够驱虎的话 还不错 特上给一波天神打死了 不是为了给甘霖补牌了 对吧 五鼓风灯 一个顺 这样的话 应该能把掉山的 防火阵给拿过来 也不错 可以方便 后面无害的 这样一个后续的输出 那么叼闪这一轮 如果血会不会回不回来的话 我们只有就会打死了 切身打死了 实际上是很难的 因为这个时候 吕蒙他还有陶瓷 对不对 二张好像这个陶瓷 我不知道用了没有 但是我们 五鼓他把闪拆掉了 这个闪很有可能 是他这个一开始留的 剩下的牌 很有可能是逼越来的牌 所以可以考虑那个牌 无视闪淘酒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 就直接前提吕蒙了 然后一个九杀倒过去 诶 吕蒙陶瓷是不能用的 那么剩下两个陶瓷 可能是不够的 就成功的把吊山给打死了 对吧 那我们装上这个连弩 可以考虑知道杀寻玉的 让他跑下来对吧 吕蒙现在反正也不能闪 我们可以再对吕蒙 进行一个输出 也是没有问题的 把他血淹下来 那么这个陶瓷就给出去就好了 继续杀 现在他不能闪对吧 陶瓷我们就可以给了这个甘宁 本意呢 是希望甘宁把血回一下 然后这个马车 如果能传起来也不错 可以把自己手里面 用不着的红牌传出去 待会儿有更多的截密空间 给群瓷补牌 不过二张这一轮的 过牌量就很大了 如果他摸到一个拆 那就非常非常的尴尬 林祖是不能给他的 因为你看这么多傻 对不对 结果呢还是不到拆 那么这个陶瓷又没了 确实很尴尬 一个藤甲 一个火杀 确实很狠 心很手大的一个人 不过索性 我们赶紧手里一张闪 对吧 那么这时候可以考虑 实际上 直接去拆了 不想打群瓷 那也可以理解 因为群瓷现在只有两兵手 也没有必要生的冒险 那么群瓷自己拼点 可以一步牌 还是可以赶紧一步四张牌 对不对 我群瓷现在只有 一滴血了 这个时候九杀一下 铝萌 他也就闪 对 但是他可能有桃子 还有九啊 对吧 你看果然吃了九桃 这个时候 可能还有九桃呢 说不定 但是呢 不要担心 我们要马带 考虑这时候 能不能一刀把铝萌打死呢 好 这个前期到底发货了 我们要检查 要里蒙的手牌 你看到没有 里蒙有两个桃子 都没有用 活活的被我闷死了 所以说这群马带 在一开始 就把里蒙的桃子封住 打死了交产 又封住了里蒙本身 自己的桃子 他可以打死 所以里蒙应该是 非常的郁闷 对吧 他说有三个桃 一个九 最后去活活的 被我马带打死 所以马带应该是 达到了充分的一个发挥 那么进入四大二以后 我们就比较稳 因为这两个人 都没有什么输出能力 我们把这个 这个时候 其实收了群群都不用了 所有 那我们把二张 给打死以后 小桃子很可能 就直接就投降了 对吧 因为有窝带的 哇 这个大家想死 还是不太容易的 还要干净这种 控场控场 所以这句的话 我们就拿下了 这句胜利 可以说我们马带 这句鞠躬之伟 这个MV批评 也是这个顺理成章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要说明 刚才的叛马不一样 马带属于我们 这个几个菜刀屌丝里面 比较强的一个人 大家如果平时 选到他 用一用 会发现有时候 是有奇效的 好了 那我们时间比较短 是吧 那我们还可以再看 另外一个顶丝 的一个发挥 这个武将是谁呢 看到 这个武将的名字 就是徐胜 徐胜好像 竟然会被称为 徐屌丝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大家就称为屌丝 这个屌丝是 这个称呼出来 哪里来的 好像是这个流鞋的 这个玩家 这个ID 这个人做出来了 也是很有意思 对不对 好的 不多说 所以这局路向是怎么来源 大家应该清楚 对吧 实际上这局就是来自于 这个 昆尔姐的直播里面的 当然我们当时 作为他的粉丝 我们自己是打了一句 选了 徐胜这么一个忠诚 你说强吗 不是很强 但是改版后的徐属 也不算弱 所以菜刀里面 比较优秀的一个 然后我们作为 远味的忠诚 选一个这个 徐胜 也算是有点用 对吧 那我们可以考虑 直接把这个布链尸 给打死 很可惜啊 这个古定刀不是我们的 如果古定刀是我们 还不错 那么布链尸这时候 给牌的话 他只能盲给 如果给他个忠诚 就还不错 但不过现在看来 因为这两个中了 这个菜象是中 但至少没有让他回到许 也是让布链尸的这个 收益少了一点 然后我们这个破军要注意了 不能把他的牌全破掉 因为全破了的话 流鞋的这个 天命 收益就很大了 我们只要把它破到两张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个铁索灵环 没有必要武器 就雷沙 那我们闪很多 怎么看呢 对不对 乐不私属 那么实际上刚才 不应该打这个老K的闪 因为待会随时 有可能会来拼点的 如果你说想给孙奔 孙奔待会能吃饭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勾点闪出去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连来两个反 要来一个反 我们这个无蟹 因为血比较多嘛 所以可以把这个无蟹给留上 待会去无蟹这个乐啊 这种关键牌 那么路神侠去用后打 那么马超这里 应该就是一个忠诚的对吧 然后路神侠这里 送了一个闪过去 但实际上无所谓 他为了点赢嘛 因为反正现在 也没有人会打多迅 所以这个闪给孙奔 他自己用不了 所以也不是很大的一个 副手蟹 我们打一个无蟹 但是孙奔 哎 有输出 那就不错 把这个距离一个空掉 哎 确实挺爽的 孙奔挂上了一个 张帮射矛 那瞬间又解决两个问 第一个机囊发动频率过低 第二个他没有距离 所以这个张帮射矛 对孙奔还是很有力的 一个 AOE 我没有打死游戏 待会我们看游戏的话 就会摸两张牌 但是你不惨待也不行 因为你不看他的话 他会有种 凑出晚餐的贡献 所以还是很讨厌的 那么这里赵鱼 职业品牌的使用杀孙奔 这样的话就可以 这个职业把这个打死 但是这个孙奔 却开了一个 用了八国阵 这让人很无语 那这样结果就是 张鲁把这个 给用掉 对吧 张鲁把他填用掉 把这个不是填的 把他这个米用掉 把刘鲁的小命保住了 所以这轮刘鲁可以动 所以说孙奔刚才那下 应该是不应该用八广 比较好一点 那这一个拼点的话 还不错 我们这个大点 我们这里就没有掉鞋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 随说会死 对不对 拽一下陆续 然后刷一下牌 一个乐 一个决斗 有杀吗 没有杀 那我们还能续一会儿命 闪电来了也很讨厌 我们两个人被连了 而且张鲁这个 四个人可能都会被连住 那这样就很恐怖了 陆续是不是刚才连了些赵云呢 莫名其妙 好 把刘鲁给挤了 是吧 还不管吧 马超这一刀 应该能把刘鲁打死吧 好吧 还没有打死 因为张鲁刚才有过牌 孙奔这个乐 应该是过不了 有张鲁在 那么很遗憾 没有弃牌 也不是件换事 赵云摸了个拆 不错 把闪电筛掉了 那么我们临死前 再做一点贡献 可以考虑把这个连奴 给孙奔 然后刘鲁 刘鲁可能会把我们 想拼掉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一个顺 那我们很可能就 你把我们给顺掉 那我们这轮 可能就不能被他拼点 也不错 但是张鲁的回合 张鲁一动的话 我们还是会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杀 应该会有救吧 因为孙奔鲁们 是一直有一个桃子 在那个持把子吧 那这个迷我们就不要拿了 因为拿了不紧张鲁的回去 而且到了又可以 我跟你结束 又可以再发动一丝 这个技能 那么再来点 户牌就很讨厌了 所以这个迷 一定不要贪心 把这个迷拿走 马超没有来打我们 这就很莫不其妄了 把你的队友给打死了 同时呢 还要让孙奔打觉醒了 而且你不知道 马超赵云 谁是内奸的 对不对 所以陆迅的做法 应该是非常作物的 虽然他自己 这个连赢了 而且神装了 很厉害 但是你刚才的连赢 实际上是一个 无脑的连赢 这是我们并不推荐的 一件事情 主要是你把孙奔打觉醒的话 后面就很难控制了 内奸现在也不能杀主 那孙奔 现在这么一个状态的觉醒的话 那就很恐怖 对吧 你看对我们又进行了 这么一个补充 我们把这个马车顺过来 还能输出一下 应该还是能 干出不少事情的 这个红杀可以考虑 直接运给孙奔也好 或者拼点给他也好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拿了个桃子还不错 这个桃子就不要自己吃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保孙奔 因为孙奔现在就一滴血 随时会死 路随很快舒服 这个人有距离 所以还是考虑 把桃子给主攻 不要我们作为忠臣 自己死了也不要紧的 我们只要截止 不错 这里还拿了一个 这个我中生有 那么把桃子给他 然后呢 可以考虑 马车装上给孙奔 运一个红杀过去 万一七八就不用开了 因为开出来的话 这个八国阵是假八国阵 张罗有米 在这里 好 我们自己可能会死掉 那死了死了 对不对 我们这能讲是已经死前 那也最后一波 死了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死之前 可以说是 把我们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把我们的这个马车 也给了孙奔 桃子也给了孙奔 现在来看这个 觉醒主攻 来发挥就可以了 因为孙奔也来觉醒 他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 并不用耐心 那么这个时候 张鲁强行的改一个盘 然后孙奔选择了 给赵云补牌 拆下张鲁 赵云现在没有那个什么 没有米 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可以对他进行一波 疯狂的输出 而赵云现在不缺距离了 我们死了 给赵云提供了距离 那么赵云可以考虑 拿一张闪 再抽一下张鲁 张鲁一旦打残的话 他就很难再回回来 对吧 那么赵云这里 能回血吗 回答血有点遗憾 不到陆迅的回合 陆迅运于被乐了 也做不出什么事情 没错 那么到马超的回合 这个时候果然 开始对忠臣进行一波输出了 马超对赵云的克制 还是比较大的 但属于现在孙奔美 过后你看 超高过牌量 英魂的三张牌 加上这个自己 这个英字三张牌 加上姜 如果还能发动 又是一张牌 过牌量是六到七张 是非常恐怖的 那么姜安过牌量 打下去 打几轮 对面就打不赢 所以说孙奔这个武将 决心以后的强度 是不能否认的 所以大家玩孙奔 你看四学五技能 玩孙奔主攻的话 一定要是想方上 玩上的决心 决心以后的孙奔 那绝对不是白板 铁锁连环 这个陆迅颇有一种 一打三的风法 他跟这个马超就没有 丝毫的合作的感觉 在里面 对吧 过他这个连赢的话 现在由于孙奔决心以后 这个拼点是可以拒绝的 所以陆迅很多时候 就很尴尬的 碰到一鼻子灰 那么现在他的雷银的威力 也就大大的减弱了 所以这个陆续 他就是一个陆续 他不是我们有信仰的陆神将 这就是人和人间的差距吧 好的 那么陆续党的一血的话 想把赵云给打下也很难 甚至于除了马超 其他人是很难 把赵云去打下去的 马超 赵云发动一个寒冰键 可以把马超的装备 给拔下也是挺好的 马超可能就能 会把赵云给押下去 但是他自己也会快死了 孙奔这时候 如果觉得搞不死陆续 可以考虑打马超也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来讲就是很简单 一个雷银 那陆续应该就死掉了 死掉陆续以后 马超就可以投降了 所以这一局 我们虽然是主视角也阵亡了 但是获得了尊重的胜利 可以说我们也是做到了 劫持尽忠 把一个屌丝 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这也提醒我们大家 如果你学到了赵云武器 这种比较屌丝的武器 你只要尽力之后 你能做的事情都可以了 其他的就相信你的队友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本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